基隆五个赞!谢谢! 50周年生日快乐!也祝福大家生日基隆! 祝福我们工业区有趣发展开杯!谢谢! 基隆大五轮工业区和六堵科技园区两大工业区迎来50周年 是台湾第一批成立的工业园区 对于台湾经济贡献良多 市长谢国良和议长佟梓伟等贵宾都到场参加庆祝活动 市长谢国良表示上任后积极推动建造审查精进 工业区立体化等有感的政策 希望提升园区厂商经济产值增加在地就业 六堵还有非常多的容积空间等着我们来发掘 那当然大五轮我们也是积极再把空的全部都把它填满 那我们最近也在建造始造都全力的在推动 我们今年七个月发造的速度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了 所以我们从一上任以后也知道发建造始造的大石头在哪里 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搬开 然后开始去做我们要做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做的也有一点成效 但是我们会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一个大家的支持来完成 我们的产业付出的好产业发展的好 我们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我想刚刚谢市长也有提到 其实每一任的政府都有每一任的贡献跟特色跟发挥 在前市长林又昌他做了很多我们金融市的基础建设 我们的市港再生计划等等 让我们的金融港变漂亮 我想谢国梁市长的专长还有特色 就是接下来我们工业区的发展跟转型 因为他在招商 这个我想一定是有得天独厚的要件跟条件 基隆是台湾开发比较早的一个城市 算开发早的城市 还有基隆港的优势 所以基隆那时候有两个工业区 第一个工业区就是六堵工业区 也就是现在的六堵科技园区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武汶工业区 所以六堵科技园区是台湾第一个工业区 比这个加工出口区还要早 我们五十周年了 那我记得我是三十年前搬进工业区 所以我也是五十年的一半 我也住了三十年了 那当初搬进去的时候呢 其实几乎那时候都是到大陆去的 剩下没几个工厂 那我那时候想说 这个工业都做得起来 都没三人 可是呢 经过我们前几任的 理事长的努力之下呢 我们现在的工业区 没有胜地了 没有空房了 都满了 而且呢 还有四五间正在建造 正在积极的开发 相信呢 日后我们会增加到 一千人的就业机会 感谢我们县市长 对基隆产业的支持 那早期工业区創立到现在五十周年 已经在转型了 用从传统的加工制造 到现在的产业升级 那基隆市政府 公车会的总案师 刘吉吉 拜访很多次 如何来提升我们的制造业 传统产业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那当然也借着这个机会 来辅导我们的企业 走向国际 我想我们要讨论工业区未来 最重要的是产业 未来创新跟升级 尤其2050年 净零排碳的议题 在全国 全球各地都已经热烈的讨论 未来如何在因应 净零排碳这样的一个时代来临 让我们的商品能够走向国际 这是我们所有产业 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 庆祝活动的参会中 除了基隆府会首长 多位市议员 基隆市商业会会长郑景州 还有经济部投资促进司长张明斌 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以及来自新北市 桃园市的工业团体 大家共同举杯 祝贺两大工业区生日快乐 期盼各家厂商 未来都能够宏图大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